大家好,顺利师,塑料和评讯书 今天又是特别多的好消息 每一天都是好消息 我们一定要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 给那些希望得到好消息的人 我们集中来讲好消息 一个一个来 首先第一个好消息是 来自于枕头哥 迈克林这 他说了一段非常给力的话 我们有投票机 Dominion公司完了 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 你可以判决世界上的每个坏蛋有罪 这怎么跟我用的词差不多 坏蛋有罪 真的是 这个话从哪说起 因为在压力散散之后 我们都知道 参议院要他们交出密码 结果不交 耍难 躺在地上撒不打滚 不交 不交不行 是不是 结果连第二次 也说我们已经拿到了密码 拿到了投票机 分分钟的事情 Dominion公司完了 赶紧准备进监狱 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 你可以判决这个世界上每个坏蛋都有罪 你知道这个话多么的好 多么的让人开心 真的是很有意思 第二个当然 就是有这样的好消息出来以后 其他的一些关键的人物都跟着动 是吧 第二个就是来自于川普总统的美丽不可放屋的太太 说了一段话 也是好消息的不得了 说川普有着深刻无限的决心 从不放弃的态度 我看到他奋斗几年完成一个项目 或者甚至开始了 而他没有放弃 如果你希望有人为你和你的国家而战 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是你想要的人 这话听得舒服吧 你说谁来拯救美国 谁来为美国而战呢 你说说看看 舍我们家川普还有谁啊 没人我跟你说 所以呢 如果你真觉得美国好 如果你真是舍不得离开美国 如果你真是爱美国 如果你真是爱一个保守的 秩序的法律的美国 那你除了支持川普 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就别无选择 你别无选择 是吧 第二个好消息 那第三个好消息 当然就是川普本人 川普本人也发了一个重大的声明 我们能念一念啊 说这个什么呢 说密歇根州重大选举欺诈案 刚刚重磅提案 申请选票是故意从川普总统 转给这个伪总统的 票数巨大 必须是决定性的 所有的共和党人必须团结起来 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 2020年总统大选被盗 这必须归还 假媒体新闻拒绝报道 我国史上最大选举的欺诈 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誉 但最终他们别无选择 很有意思吧 关于2020年总统大选被盗 这个话我们说多了 但是下面一句话 此前是没有说过的 责必须归还 后来他说发了这条声明以后 又发了一个很简短的一句话 也是特别的好玩 他就讲他说一个小偷 如果去保释店里面 完了以后 偷了保释 然后后来被抓现行了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是吧 保释给黄回去 是不是 然后再考虑你 你是不是判你的刑 是不是送你去观塔拉姆监狱 这个道理有那么复杂吗 而且这个声明里面讲的说 密西根州重大选举弃的案 刚刚重磅提案 已经开始了 开始干了 兄弟姐妹们已经开始干了 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小心 不要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 第一不要被主流媒体带歪了 美国的主流媒体全探量的是fake news 不要被他们带到沟里去了 第二就是什么 不要被中国人的习惯性的 什么面对现实 这个什么 下一次再来 留着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我去你的 青山在青山一日别人控制 你根本就没有可能上山好吗 穷死你 是不是啊 很有意思吧 川普总统的话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那第四个是什么 就是什么 还是来对佛诺里达 其实也是这个叫做 我称之为曲线救国 曲线这个推动川普王者归来 说佛诺里达州的州长 今天又干了一条大的 说什么呢 他已经针对美国疾控中心 就是臭名招著的CDC 提起了一项诉讼 以佛诺里达州政府的名义 对CDC提起一项诉讼 正在联邦法院审理 要求CDC 为弃对佛州造成的 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承担全部的责任 我跟你讲啊 说这个早在4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搞这个事儿 要起诉CDC 其他的一些个州 很多州都会这个叫做什么 一起跟着来 这个CDC 这个老坏的 最坏最坏的 坏的福奇的日子 末日到了 好消息 这个东西是曲线救国 因为川普总统之所以 能够被他们赶出来 他的总统的这个位子 之所以能够被伪总统这个偷走 他就借助两个东西嘛 是不是一个就是疫情嘛 是吧 疫情这边 美国的疫情主要是谁控制的呀 还不真不是真不是民主党他们控制的 而是这个CDC控制的 CDC才是生存政府的最前线的打手 你说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很很很重要 而且由于有CDC 所以他搞邮寄选票选票 然后有了邮寄选票 才搞这个所谓的拜登学生 这是一连串的 这个核心问题就是CDC在那里搞要子 搞要子太坏了 现在走的看上去 好像跟选举没有关系 说你要对这个佛道尼达州的经济损失 承担责任 承担全部的责任 但是最终一定会指向选举 我告诉你 美国的这些老美做事情 那的确有牛逼 的确有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的确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绝对是稳扎稳打 但是这个福奇还在演 今天还在演戏 又出来又现 又说话说什么 哎呀打疫苗 打疫苗 美国的人打疫苗 只要打疫苗 明年的母亲戚 一切都是很正常的 打疫苗 你打疫苗 你还打疫苗 他上次说什么 上次说要戴三个口罩 至少戴两个口罩 这种人真是就是演的是不行 这是纯种纳迹你知道吗 然后刚才说这个枕头割的什么 德明年系统完了 是不是 我们已经拿到这个投票机了 什么意思 就是压力三大都是省据到现在 德明年这家私人公司控制 马里科波县大选投票的事情 已经被完全的系统的曝光出来了 印证了11月3号 在机票中心工作6天的证人 一个叫做布莱恩特 在当时宣誓作证就说过 整个大选的机票 制票 制表全部都是 根本就不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做的 而是由德明年公司的两个员工 一个叫约翰 一个叫做布鲁斯 他们两个人搞的 他们两个人 机票中心一共有多少 一共有50台德明年系统的投票机 每一台的侧面都有USB的接口 他们是用笔记本在现场工作的 然后通过USB接口 把这个投票机的所有的数据 输入到互联网上去 你说多坏吧 够坏 我跟你说 坏的不行了都 所以好消息很多 这个一定要记住 然后下面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 就安特尼莫县 这个投票机进行了法医审计后 发现的故意调整选票 和制作表格的证据 已经提效到了密西根州的法院 所以为什么你枕头哥 为什么上来就说完了你 德明年公司完了你 你还在那里秋后的麻眨 你崩大不了两天了 准备坐牢吧 是吧 你们这些坏蛋 我现在说话也是 要么就是好人 要么就是坏人 要么就是坏蛋 要么就埋一下萌 坏蛋 很有意思太坏了 真的是 为什么我要搞这种词 我其实是不用这些词 什么好人坏人 这些词在我的笔下 在我的嘴巴里 都真的好多年不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什么系统 这个优管审得超严 你知道吗 真的是你稍微你提个什么人名字 你他就给你打黄标 所以你必须要什么模糊一点 所以好在大家都是心有灵犀 一点痛 我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起的这个节目的标题 都是大而化之的 都是笼统的 但是都是情绪的 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在扯什么 我在说什么 我在给大家传递好消息 你说今天的标题是什么 每天都有好消息 今天枕头哥哥又送来大猛料 然后告诉你说信息强大的人 永不放弃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什么敏感词 你说多了都是累 我们说敏感词 在中国是敏感词 你谁知道在美国也是敏感词 这些东西全部被生存政府 被民主党控制了 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要打气 你知道吗 互相要什么 要给对方加油 然后下一个好消息 我都不知道说的第几个 应该是第七个了吧 川普总统又发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是支持谁 这是德州的谁 德州的州长 说这个州长 丹 是德克萨斯州人民的伟大的什么战士 我最喜欢用这个词战士 我们都是上帝的精兵 我跟你说 他为生命自由 第二修正案 边境安全 我们的军事和这个什么 以及我们的上帝赋予的自由 而奋斗 他一致遵循低税率和谨慎消费的保守的原则 一直在为自己的大州和美国做最好的事情 德州人应该重新当选 重新选他 他非常的出色 而且得到了我的完全的认可和支持 你就知道川普总统在共和党里面什么地位吧 川普总统支持谁 谁就被选上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德州这边 而且第七第八个好像就是什么 是QQ今天的前所未有的 终于第一次说出的一句话 我们会大赢 大胜 大赢 不是一般的赢 以前都是每天传递一些消息 今天是直接喊话了 我们一定会什么 大赢 赢的前所未有的大胜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大胜 所以一定要记住 这个第九个好消息 什么的 关于美国人口普查 最近也搞得差不多了 上周美国人口普查局 终于公布了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 对2020年大选的官方公布的票数 提出的质疑 你这个很有意思 你人口普查跟大选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为什么呢 他说作为人口普查的一部分 他们同时也收集了 这个在总统大选中投票的一个数据 显示出在2020年大选中投票的是 人数是多少 是1.54亿 而事实上官方公布的数据是1.58亿 对吧 那有多少是这个数据上的差额呢 有400多万票的差额 这400多万票是从哪儿到哪儿去的呢 是不是为什么比实际的数据要多了是吧 根据在以往的经验的判断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拜登曲线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啊 拜登曲线就是凭空的往里面加数据 根本就只是乌有的事情你知道吗 那也很有意思吧 所以这个好消息是一堆啊 一堆我们现在就这个什么就讲这么多啊 对最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也最后又不叫好消息吧 就像我看到有一个有一个华人写的一个帖子 我觉得写的很好 然后我很一激动我就跟贴了是吧 他讲什么呢 他就说哎呀川普唤醒了我们每个人 我们中国人中国的臭知识分子 不是老是讲说啊这个要叫醒沉睡的中国人吗 是不是 你知道在这个清朝的时候 在上海有一个大学叫复旦大学啊 复旦大学的创始人是马相伯啊 马相伯他是一个基督徒了啊天主教徒很好的一个人 办了复旦大学做了很多个善事啊 他的名言就是什么 我像小狗一样的 叫唤了100年要他长寿嘛 是不是还是没有叫醒中国人 这是中国人的这个什么习惯性的思维定师 就是我们这些个人就像我这样的人啊 就是老是幻觉啊 老是以为能够叫醒别人 其实自己他妈的在睡觉知道吧 叫醒别人就是中国人的知识分子 后来这个北京啊完了以后 就就就就就整个中国就出了一个词嘛 叫启蒙 启蒙也就是唤醒的意思嘛 是吧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前几年 就是北京有一个有一个青年学者 叫周年同学啊 跟我很熟啊 他的太太是大名领领啊 刘渝啊 刘渝老师 他他周年就出了一本书 叫做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一次又说你就是你还是要叫醒别人知道吧 这构成一个传统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美国的情况不一样 美国的情况川普一出现 很多人真的叫醒了 全世界很多人都被他唤醒了 你成不成人这个事实 我就是被他唤醒了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公民啊 对川普的唤醒的意识 然后感谢川普啊 说我被川普唤醒了 怎么唤醒呢 他说因为川普 我了解了联邦的官僚机构 因为川普 我了解了国会是怎样工作的 因为川普 我了解了关税 因为川普 我了解州和联邦的法庭是个什么玩意儿 因为川普 我了解了弹劾 因为川普 我了解了FBICIAS,NSA,DOD,CDC 因为川普 我了解了选举和选举的舞弊 因为川普 我了解中央银行美联储 法定的货币 因为川普 我了解了非法移民 毒品的贩卖 因为川普 我了解了人口买卖 儿童信楼贩卖 以及好莱坞猖獗的念童P 是吧 因为川普 我了解的DC 是如何通过两党 治我们老百姓于死地的 因为川普我了解了媒体 是如何的腐败 虚假 因为现在因为川普 我了解了华尔街 我比我曾经想要去了解的 或者曾经会关心的 更多的了解到了 美国这个所谓的体制 我现在作为带着你 这个知识基础的美国公民 向前挺进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任何一样学到的东西 我将感谢川普 你说是不是这话说的 说的是不是有点让人 叫做什么 怦然心动 有点掉眼泪的意思 真的就是被唤醒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话 我真的很感动 我赶紧去跟那个提 我是怎么说的 他说 我说如果没有川普 作为美国总统出现 我至今肯定依然还是 一个被欧美左侵自由主义 完全洗脑的大傻叉 我就给自己这么定位的 完全看不到 这个世界的黑暗的真相 而且我还会继续把自己 摆在启蒙者的位置 对着想象中的民众 写一些臭不要脸的文章 我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有人说 苏苏和老师恶搞一下自己 我不是恶搞自己 我是痛彻心扉的 认识到自己过去 就是个纯种大傻叉 就是我们都是被洗脑的 我们在国内被共产党洗脑 我们跑到美国来了以后 我们被美国的左派洗脑 知道吧 完了以后 我们还觉得自己美丽不可方物 还觉得自己一一胎万方 还觉得自己价值严惩 还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 纯种傻叉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们都要把自己要诚实的 要坦坦荡荡的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这些人就是不行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道理的 中国人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传统 是学习传统 从孔子那会儿就是这样子 学而实习之不义什么呀 呼是不是 问题是你学什么呢 你跟谁学呢 是不是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你在中国跟雷锋学是吧 跟着习宝子学喝酒 跟着雷锋学摆拍照片 是不是 写那种假的日记 你跟着毛泽东学什么 学他妈的不刷牙 学他妈不清洗自己的那下体 是不是 你学是跟谁学呢 你跑到欧洲去了 又跑到中国 跑到美国以后 你学人家的技术 你不学人家的价值观 后来开始学价值观 你学的是左派 美国的左派那条 完全政治正确的价值观 你不学圣经传统 中国人不就是这样的 然后搞到现在 你还在迫害基督教 你还在抓我们的牧师 你还在殴打我们的主队弟兄姐妹 你说我们这些中国人 他学什么呀 是不是 你不爱以为那些知识分子 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 有什么了不起 狗屁不是 我跟你说 你念学什么你都搞不定 所以我特别感谢川普 谢谢大家